最近的露台长您好 我要问了你今天有两个 那是50年属虎的 什么颜色 身体怎么样 50年属老虎的是吧 50年属老虎的 颜色是花斑虎 哎呀你看 你穿着这个衣服 跟那个颜色 我看到那个老虎的颜色一模一样 真的啊 你是不是最喜欢穿这个胡椒的 哎呀 就是那个花斑虎 身上有灵性啊 是五年股是吗 对 在哪里 在脖子上 脖子上 腰上有吗 有 腿上都有 腿上有 应该怎么办 应该你让他 首先叫他白天啊 多晒太阳 我看他身上还缺维他命D呢 他关键都会响的 有人帮你记得 有人帮你记住的 没关系的 好吗 嗯 谢谢 那那我要念 什么 我要给 给我爸爸 你叫他小娘子 那给你爸爸是吧 对 给你爸爸念七十八章 好吗 你爸爸脾气很坏 厉害的不得了 对不对啊 对 借的不得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叫你爸爸当心啊 叫他少吃东西晚上要吃的少一点 他晚上吃的太多 而且他睡觉睡得很晚 为什么呢 他看看电视会睡着 睡着之后呢 又会醒了 继续看 你没办法 对他身体很不好 嗯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个 想吗 那我每天要给他念什么 你每天给他念网声咒 四十九遍 好 他一直带来要念什么 其他的没有什么 心经吧 好 好 他要问九七年的理由 是什么颜色 学业怎么样 男的女的 女的 小孩子还在读书是吧 对 嗯 我告诉你 他读书会很好的 读书会很好 但是现在还不够用功 我可以告诉你 实际上你叫他做其他的事情 他一做就会做了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 对自己的孩子不要太担心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很聪明 但是他不用功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他的天资聪明 还想看得到 但是这个孩子 属于天资聪明 他以后成绩一定会很好的 你放心好了 那我 谢谢 小让他吃活鱼就好了 我一直让他放声 然后不吃鱼了 哎 因为你们知道 活鱼这个鱼子啊 还有鱼的那个 鱼的里面的那个肉啊 会产生一种铃和铁 会让人的智商降低 所以你去看天天吃活鱼的人 脑子慢慢时间长就不是太好使 明白了吗 知道 那我应该给他念经吗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念经 每天给他念心经 再给他念准提神奏 这个奏是欣赏事成的 是菩萨的经文 很短的 天天念一定欣赏事成 明白了吗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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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